黑色皮卡驚險涉水 但水流快速 下一秒皮卡就被沖走 尽管今年第20號颱風坦美 直撲越南後轉為熱帶新低氣壓 但受到外圍環流及冷空氣的雙重影響下 中國海南三亞 繼續掃到颱風尾 出現驚人雨勢 真的是游泳回來的 你看 我都聰明把車停在上面 工程承包商自發性出動怪手 一批批幫民眾通過積水 截至28號傍晚 當地降雨已經達到211.6毫米 海南深啟動三級洪水及強風緊急應變機制 三亞市的幼稚園到中小學 全都緊急停客 為確保居民安全 除了設置警戒線外 社區網格員 社區包點單位等多部門工作人員 也在現場進行搶檢工作 部分社區旁的疏紅道尚未完工 雨水無法及時排除 水利單位緊急吊派人員 立即開挖拓寬排鴻口 當地氣象局預測 海南大部分地區的強降雨 恐怕會持續到星期四 提醒民眾小心防洪 但天候惡劣可能還沒完 康妮對東南部沿海的風雨影響也逐漸明顯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揮部 今天繼續執行颱風四季應機響應 康睿颱風緊接而來 中國媒體報導 浙江沿海也出現了風浪 康睿預計在10月底11月初 為浙江福建沿海帶來長風豪雨 且向專家提醒 不可掉以輕心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